第2312集 不缺大地 另一边 七天至尊神色漠然 真正大地级波动铺天盖地 一个人独自在那里 与所有地气对峙 浮世苍生 疲逆万灵 这个时候他忽然伸手 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那里有湿润 有精盈 他自嘲开口 我竟然有泪水滚落 难道富贵黄到位后 有了万顾前的一些思绪 在这一瞬间 他的眼中浮现了很多往事 地路上的血战 那是异曲高歌 万众瞩目 天下共尊 最后终于成道 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中 他守护万灵 被世间众生摩拜 光辉照亮了实测 烙印进各族心中 他尽了身为皇道强者的所有责任 而也被众生尊敬 后来看着朋友一个又一个的离世 看着心爱的女子也倒在岁月中 她是那样的悲痛 渴望长生 最后他慢慢的变了 上级九天下滩九幽 只是为了能够活得更久 更希望复活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的人 最终他彻底变了 踏上了另一条路 心渐渐冷 渐渐无情 背离众生 以他们的血 延续自己的命 踏上了一条相悖的路 齐天至尊大笑 擦去脸上的泪珠 转为冷漠 转为无情 真是好笑的情绪 万古岁月过去了 在我恢复绝点 重新登上皇道位后 竟然又有了这种感觉 正如当年成道时 可是 守护了众生 却守不住一个个亲人 朋友 这大慈大悲大义 要他何用 这一世 我只为自己活 没有什么枷锁 我要逆天而上 踏出长生路 齐天至尊大好 给自己一个了断 斩掉了最后的一丝波澜 与情绪 激进生化 也不一定必死无疑 曾有人活下来 虽然希望渺茫 但我一定要长存这世间 他冰冷地说道 盯住了还未曾碎裂的地气等 石黄点头附和 都有所言甚至尊 祈天至尊 只是一声冷哼 火的转身 看向了小楠楠 自语道 我本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与胜算了 但是他的出现 让我看到了继续长存下去的希望 石黄毛子明灭不定 没有表态 见到齐天至尊迈步向前走去 他身体一震 似乎一想出手 但是最后他忍住了 没有立刻行动 因为这是一个极尽升华的至尊 除非他也如此 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原本这个地方有光雨 那是华道的力量 不过却没有伤到小楠楠 且随着小女孩的到来 全都熄灭了 而这个地方的大地气机 同样没有让他颤力 看到齐天至尊冷漠地向前而来 他没有害怕 反而悲呼道 你还我大哥个命来 想和他在一起很简单 一同陷入黑暗 就此长眠 齐天至尊出手了 那是大地手段 粉碎长空 竟然是全力出手 杀向小楠楠 这被他视为延续生命的希望所在 不容有失 要攫取到手 吞进体内 炼化于仙台中 还我大哥哥 在这一刻 小女孩没有恐惧 有的只是悲呼 若提血 稚嫩的声音竟震动了朱天万玉 黑黄变色 她远在另一片星域也听到了 怒吼着向那片战场冲去 不顾性命 然而 这一刻更为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在他的后方 那枚压他星空的仙简直接炸开了 一道修长而绝美的身影 一步迈出天塌地线 他跨越时间长河 冲向战场 下一刻 宇宙战场爆发出了最为璀璨的光 这一日照亮了无银的星空 震动了万古岁月 粉碎了所有史册 地战 真正的大地战 无缺的 屹立在黄岛绝点而圆满的大地间 进行了生死战 谁都没有想到 最后竟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万灵早已不抱希望 整片天空都是阴沉的 压得人透不过气 在最后将要宣示黑暗动乱席卷 前所未有将进行大血习宇宙的时刻 一味无缺大地出现人间 发动了最恐怖的征战 这种光 从未有人见 就是至尊自身也不曾得亏 而今竟然爆发了 这是两尊大地打出来的震撼人间 那是飞仙之光 那是羽化之力 激战烈天 让上苍都颤立了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 局势震惊万灵惊悚 连幸存下来的老大圣们都实话了 竟发生了这种事 无缺大地对极尽升华的皇道至尊 宛如神话 相传 神话时代可能有地并存世间 可并无人证实 而今 人们亲身感受到了 这个极数的人在进行一战 神为盖世 哄的一声 宇宙战场 白衣女子一声轻斥 日月星辰奇悔 他打出的是飞仙之力 超过世间一切法 战场转移 世间万灵震惊的发现了一件事 齐天至尊竟然在退 不是为死 身为皇道至尊 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胆怯 懦弱这样的词 他们都有无敌信念 坚信自己人间最强 可这个时候 却被那白衣女子打得横飞 压迫的退过一片又一片的星系 人们不知道这一战的真实结果 只知道大地战太过恐怖 而弃天至尊在追 黄道至尊的血 不知道何时 人们发现宇宙边荒 有刺目的赤霞成效 那是齐天至尊的气息 那是他的血在飞溅 撒落宇宙 地战还不知最终的结果 因为没有人能观战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 今日似乎要发生大地屠杀 黄道高手的事情了 他们都是圆满境界的地道巅峰强者 都曾于某一段岁月 同于洪荒宇宙 战立第一 哄的一声巨响 伴随着天地万道的哀鸣 有无缺大地及强者 粉身碎骨 血溅宇宙边荒 那种波动恐怖至极 血光一瞬间照亮了大半个宇宙 虚空与天地星辰 全都被赤霞映照的鲜红 死有一轮巨大的血日喷勃 赤光占据了半边宇宙 有一尊大地及人物炸开 血溅当势 唯能无与伦比 那片宇宙边荒被摧毁 星星暗淡 被烟灭成虚 若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大劫 让宇宙八荒各地生灵都寒悚 那是一种难言的大恐慌 灵魂都要碎掉了 有生命禁去传出强大的神念波动 捕捉战斗的真实结果 下一刻 宇宙都仿佛静止了 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 没有了生息万物凋零 死了吗 一位黄道高手就此落幕 从最辉煌的绝颠粉身碎骨 而走向终点了吗 这是每一个人的疑问 突然 雪光贯冲九天 大地波动惊世 那无尽的雪光 与七暗的赤霞 全部倒流 于刹那回转 重塑地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明镜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вал komun spolelik